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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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吃沙爹都是想吃濃香 所以我把火鍋的沙爹湯底 在最尾吃的麵麵放入濃香的味道 放入鍋仔的元素 令它本身是一個這麼濃香的沙嗲湯底的鍋仔麵 這個沙嗲這麼濃香是因為我和棉香阿Sam哥合作 我們將裡面的成分很多都放大了 包括外面很多沙嗲都沒有的大地原粉 蝦米粉 或者花生 它們會用花生醬 但我選用花生醬 令整鍋沙嗲味更加放大 我另外再加了一些神秘的材料 令到它的濃香味更加突出 你不要以為這鍋牛肉的成本是最高 其實最高的成本是沙嗲醬 因為沙嗲醬的原材料 我們的花生醬 花生醬 我們沒有花生醬 而是花生醬 花生醬有個好處是沒有花生醬的油膩 還有花生醬咬進口的時候 會爆發更加濃香的沙嗲味 但如果要用花生醬去取代花生醬的香味 我們要多加幾倍的花生醬 才能做到效果 還有我們有微微的辣度 令整個煲的野味道會提升 我們都選用新鮮牛肉 新鮮牛肉有什麼好處呢 起碼不會吃下去有梅口的感覺 或者咬下去散熟熟 碎濕濕的感覺 真的是一大片一大片完整 一塊的牛肉 你吃下去的時候就有肉香味 配上沙嗲的味道 那就天衣無縫 有個這麼濃的沙嗲湯 亦都要有些東西想突顯多一點 沙嗲的味道 就是靠一粒豆泡 我們一粒豆泡 我就特意選一品豆泡 因為它裡面是實的的 就不會說外面的空心豆泡一樣 吃到它越來越濃的時候 它就會吸收所有沙嗲的精華 吃我們的煲仔麵其實有個特別吃法 就跟普通的公仔麵不一樣 上桌後 姐姐幫我們開蓋後 最好就等兩分鐘 在等的過程就可以拿電話打卡 拍照 等到麵兩分鐘 它開始苦蛋下來的時候 我們試一試麵質 想吃爽一點就可以吃 如果想吃軟一點就等一分鐘 到你想吃麵質的時候 你就拉高麵 幫麵煲和麵降溫 降溫麵到尾部就不會吃到脹炸了 你吃一下吃的時候 沙嗲會越來越濃 是因為它的原材料 開始吸收了很多水分和膨脹 而令沙嗲更加濃 更加濃